2022年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STPM的成绩放榜了 考试总体成绩对比2021年出现上升的趋势 当中全国总平均积分CGPA创下历史新高的2.82分 全国及格率也突破75%大关 不过华文科的及格率下降超过3% 考试理事会今早在士拉阳总部召开记者会 公布2022年大马高等教育文凭的总体成绩 理事会主席拿督·莫哈默伊克万指出 多项数据显示2022年考生表现标签 像是全国考生的总平均积分 在2022年上升了0.03分 写下2.82分的创新高记录 考获总平均4.0加计的学生数量也有飙升趋势 2022年就共有1184人考获4.0分 相等于全A加记对比前年多了310人 当中的85%或1,009名优异生 来自B40低收入家庭 比langan calon yang mendapat 5A dalam kelima-lima mata pelajaran yang diambil telah bertambah daripada 36 calon dalam peperiksaan STPM 2021 kepada 38 calon begitu juga dengan bilangan calon yang mendapat 4A dalam peperiksaan STPM 2022 telah bertambah daripada 860 calon pada tahun 2021 kepada 1158 calon 不止是优异生变多 考获全科及格的人数也往上走 当局指出 2022年共有75.01% 或31,280名考生跨过全科及格线 对比2021年多了1,120人 不过像是华文、化学和高级数学 这三科的及格率都下跌超过3% 英文、阿拉伯语和商学科目 则出现相反情况 及格率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 另外17个科目的及格率 增减幅度则是介于3%以内 STPM华文试卷很难的迷思 阻吓了不少考生 但对华文饶有兴趣的首都学生 陈佩杰 却是忠于内心迎难而上 最终考获全A的亮眼成绩 陈佩杰说 自己是校内为二报考华文的学生 她付出了很多努力 才获准报考华文 因此不曾想要贩途而废 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 有额外的时间来学习 还有就是临近考试的时候 也会就是分配一些时间给中 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要拿的话 就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决定去拿 就算过程会很困难 但是至少自己不会后悔 为了免利学生更上一层楼 考试理事会也从全国范围 挑选出17名优异生 颁发每人1000令吉 一个奖牌和一张证书 以示嘉许 荣获优异奖项的 也包括来自低收入家庭 原住民家庭 以及拥有特别需要的考生 当中来自学州的优异生 胡祥杰 无惧视觉障碍的枷锁 刻苦耐劳 斩获全科甲等的亮眼成绩 她也大方分享了自己的成功诀窍 也就是择其所爱 爱其所择 首先我成功的密学 就是选对 那些教学的科技配套 我觉得是有 本来加安 Mathymetic Management Apple Economic Economy 其实我最喜欢的是 Mathymetic Management 因为它很好玩 很多东西 新的东西要学 她也感谢师长 仪式同仁 寻寻善诱 接下来她将建职 马大经济系 在高等学府更上一层楼 总体而言 2022年共有417001人印考 当中只有7人或0.02% 因为全科不及格 无法获得大马高等教育文凭 另外 本届考试共有1987名考生缺席 因为他们已经报读 其他大学先修班 投入职场 生病又或是离世 但离世会强调 缺席者只占少数 巴图公坚 陈维任 施拉阳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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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